他十二岁就嫁给了这个乡军小排长,十五年后再见面,他已是巴鲁副总司令彭德怀,在这大仙世界之中远远流长的历史长河在缓缓的流淌。 多少历史英雄豪杰在这人杰逼零之处,应运而生,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在努力为那个时代的百姓而奋斗最后历史记住了,他们让他们得以名垂千古,被世世代代的后人们所敬仰和发自内心的佩服历史,就是一个出奇迹和出伟人的时光轴。 在历史这个一直滚动不停的车轮里面,多少惊天动地的历史大事件频繁爆发,多少历史上的纷争四处兴起历史上发生的种种事迹,都值得我们后人去引以为鉴,更多的是去借鉴以及学习正所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 我们因为受到更多这些历史上的名人世纪的启发才得以进步和更胜一层楼,所以让我们以史未尽吧。 看看历史上都有哪些感动天地的历史英雄豪杰,以及他们创造的伟大世纪1913年15岁的彭德怀因为参加基民闹跳斗争,被官府通缉被迫逃到洞庭湖当低工,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个名叫刘玉峰的人 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干活聊天,彭德怀踏实肯干不抽烟也不喝酒,挣到的钱全都寄回了家里,给刘玉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为了谋一条更好的出路,彭德怀来到乡军第二师,担了一名普通士兵十九。 22年3月,彭德怀回家看望重病的祖母祖母催促他快点找个堂客在没人的介绍下,彭德怀见到了年仅12岁的刘玉妹,他的哥哥,就是当年和彭德怀一起在洞庭湖当低工的刘玉峰。 刘玉峰对彭德怀十分敬佩他,向母亲详细介绍了彭德怀的情况,最终促成了正门亲事。 当时彭德怀比刘玉妹整整大了一轮在乡军中,还只是一个小排长。 婚后彭德怀给妻子改名为刘昆摩许女中模范之意,并叫她读书写字。 不久后彭德怀归对隋乡军在各地转战夫妻二人就此分别,不料这一别就是15年之久,平江起义之后,刘昆摩成了匪蜀,为了躲避国民党清乡团的搜捕他不得不四处漂泊。 期间他也曾多次打探红军的消息,想上部队上找丈夫。 然而由于红军经常转移,每一次他都扑了个空走投无路之下,惊人介绍刘昆摩。 嫁给了一个叫徐人吴的教书先生,并生下了一个女孩取名荣卿,平行观大节。 后,刘昆摩从报纸上看到了彭德怀的名字。 此时这位早年的乡军小排长,已经成长为八路军的副总司令,了他难掩心中的激动。 胡乱抓了几件衣裳,往包裹里衣服,徒步向延安赶去1937年11月。 下旬再分别了15年之后,两个人终于在延安相聚了。 12月的一天时任抗大副校长德罗瑞卿给彭德怀转来了一封信信是徐任务。 写来的大义是说徐与刘已是夫妻关系。 女儿才两岁离不开母亲希望留门回来,并请彭德怀将军李姐随信。 还寄来了一张三人的合影照面对这种情景。 彭德怀心中纵然有万种不舍,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最终,他不得不痛苦地和刘昆摩分了手。 后来刘昆摩嫁给了陕甘宁边区全民银行业务处长,任处先晚年的时候他重回故里。 为彭德怀故居提了这样一首诗,横刀人不见乌使勉雄风华下开心语。 由一大将军对彭德怀用情之身,可见一般这些伟大的名人意识,都可以惊天地气鬼神了。 不知道大家心中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呢? 也许历史太强大了,竟然可以创造出这么多青出于蓝圣于蓝的英雄豪杰。 终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过去,也会成为历史上的痕迹问题。 就在于我们是要做那光辉的一笔呢?还是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一点呢? 这就需要我们每个人好好去度量了正如人不有一死或轻于红毛,或重于泰山关键在于,我们每个人怎么去对待自己的人生? 让我们都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吧?别再碌碌无为而活。